婚姻的存在到底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好处 最近这个话题 几乎是火变了个大平台 但能回答出一二的人却少之又少 同样的 我们影片的女主玛丽 也无法给出答案 因为在这段长达20年的婚姻里 她已经活得像一个保姆 每天清晨 她都要第一时间给家人准备好早餐 可当女儿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切掉她最喜欢的音乐 没有人会询问玛丽是否辛苦 没有人会因为她的劳作而给出感谢 当然 二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玛丽也早已经习惯了 但今天不一样 丈夫要带着两个孩子外出旅游 他们会离开四天 这四天 玛丽将获得久违的自由 当然 前提是她必须为他们准备好行李 然后装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等丈夫和孩子离开之后 玛丽的心情瞬间放松了下来 虽然她不知道 自己可以用这四天的时间干什么 但哪怕是抱着狗子喝杯茶 也已经是一个家庭主妇最大的幸福了 毕竟这一刻她不用为任何人劳作 也不愿意为一些琐事做一个劳道婆 可习惯劳动的人是闲不住的 就在玛丽清理自己家的地毯时 一辆轿车奔驰而来 车上的男人彬彬有礼 她表示自己要找一个狼桥 但是不小心迷了路 在这个没有导航的时代 玛丽这个指路人显得格外热情 最后 她甚至鬼使神差的 亲自带男人前往 路上玛丽得知 男人名叫罗伯特 是一名知名的摄影家 她要为罗斯曼桥拍些照片 玛丽这是指路帮了她的大忙 玛丽好奇地观察着摄影师的一举一动 又用喝汽水的举动演示自己的紧张 她很久都没有和陌生人独处过了 因为天气的原因 罗伯特今天无法拍摄 可在回去时 玛丽竟然鬼使神差的 邀请罗伯特来家里喝茶 对于自己的婚姻和孩子 玛丽是毫不掩饰 但她也不得不承认 在短短一上午的时间里 她已经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奇 而罗伯特也像个老朋友一样 留下来享用晚餐 二人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 听着罗伯特讲述 她在世界各国的经历 玛丽如痴如醉 她被困在这个家庭里太久 需要的正是这种新鲜的感觉 饭后 玛丽手上洗着碗 心情是难以言说的复杂 罗伯特走近后告诉她 他们并没有做什么错的事情 所以玛丽完全不需要内疚 如果她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把这件事 讲给孩子们听 但玛丽却依然心虚 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颗寂寞已久的心 早已经蠢蠢欲动 送走罗伯特后 玛丽解开自己的睡袍 让风吹干自己的身体 但吹不走的是心头的落寞 这一夜 玛丽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在罗斯曼桥上贴了便签 果不其然 罗伯特在看到便签上的邀请之后 给她打来了电话 玛丽迫不及待地想要和罗伯特再次见面 可罗伯特在吃饭时却发现 一个出了鬼的女人 在这个镇上简直就是过街老鼠 所有人都会向她投去鄙夷的目光 如果玛丽也和自己发生了什么 那等待她的又该是什么样的结局 趁着丈夫不在家的空档 这个女人将情人带到了家里 但看完影片之后 许多人对这个女人却恨不起来 玛丽收拾妥当准备出门时 接到了罗伯特的电话 罗伯特告诉玛丽 自己已经看到那个出归女人的下场 她不想让玛丽为了自己被所有人唾弃 因为她知道 自己可以随身而退 但玛丽却不能这样坦率地离开 可这一次 玛丽却异常地固执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再一次和这个让人心动的男人见面 面对玛丽的认真 罗伯特荣幸又感动 她走过许多国家 却从未见过像玛丽这样的女人 当天下午 两个人又一次在罗曼底桥相见 罗伯特拍摄照片时 玛丽就在一旁欣赏她拍照时的认真 随后 在罗伯特的夸赞下 玛丽也拍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 四十岁的她已经不再年轻 可在罗伯特的眼中 她有着独特的风韵和美丽 此刻的玛丽已经忘记了 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妇女 晚上 她再一次将罗伯特带回了家 罗伯特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在玛丽家的浴室里洗完澡后 还帮玛丽去摆放餐具 甚至在玛丽洗澡时 贴心地为她准备了啤酒 躺在浴缸里的玛丽 心里已经没有了内疚 被替代的只有期待 因为她明白 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 不道德 但足够欢愉她的人生 洗完澡后的玛丽 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似的 穿上了自己最美丽的裙子 看到这一幕的罗伯特心领神会 她如同欣赏艺术品一般 将玛丽拥在怀中 两个人在浪漫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如同一对真正的情侣一般 突然 急促的铃声打断了二人的浪漫 电话那头的人正是玛丽的丈夫 为了不让玛丽对婚姻和孩子内疚 罗伯特告诉她 你拥有随时可以暂停的权利 可挂断电话之后的玛丽 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爱情的追求 二人从拥抱换成了亲吻 伴随着激情的燃烧 他们在这个夜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但玛丽却并不后悔 晚上 她看着罗伯特熟睡的面孔 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悲伤 明天罗伯特就会离开这里 而她的生活还要继续 她不知道 这一夜对于罗伯特来说 是否就是一段简单的一夜情 但第二天 罗伯特认真地告诉她 自己从未这样爱过一个女人 如果玛丽愿意的话 她想带着玛丽远走高飞 思考之后的玛丽 觉得罗伯特的话有道理 从她接受婚姻的那一刻开始 她的生活就开始围着丈夫和孩子们转 这么多年的辛苦劳作 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 换来的是丈夫的习以为常 和孩子们的叛逆冷漠 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 来到了罗伯特居住的酒店后 面对一桌子烛光晚餐时 玛丽却未如嚼辣 她的内心开始动摇 如果她离开了 丈夫在这个镇上将会毫无立足之地 孩子们也会因为外人的嘲笑 永远憎恨自己这个母亲 丈夫和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 他们不该承受这样的恶果 面对玛丽的犹豫 罗伯特只能表示 自己会在镇上多待两天 如果玛丽愿意离开 自己一定生死相依 磅礴大雨中 淋湿的男人和车里的女人对视着 他们眼里对彼此的思念深不见底 可哪怕只隔着一扇窗户的距离 他们的人生依旧隔出了千万里 因为玛丽最终决定 留在这个小镇度过自己的一生 她强颜欢笑地 迎接凯旋而归的丈夫和孩子们 玛丽知道 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或许不可能再因为爱情而感到快乐 但却很安全 至少心里不会愧疚难安 玛丽以为 罗伯特已经离开了这个小镇 可没想到 在和丈夫一起在镇上买饲料时 她竟然再次和罗伯特偶遇 磅礴大雨中的罗伯特 眼神坚定地看着她 仿佛在看一件之爱的宝贝 当丈夫开车带着玛丽离开时 罗伯特的车子 始终开在他们的前面 看着罗伯特将自己的项链挂在车前 玛丽的内心十分煎熬 她当然知道 罗伯特是在为这段爱情做最后的努力 可她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给出回应 一路绿灯的罗伯特却停在路口不愿前行 这是她给玛丽最后的机会 此时的玛丽 已经把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她只要轻轻一推 就可以永远地离开丈夫和孩子 去成就自己的爱情 可是最终 她还是选择了对生活妥协 看着罗伯特的车子越来越远 直到消失不见 玛丽终于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面对丈夫的疑问 她只表示自己有些不舒服 回到家后 玛丽躲在角落里无声痛哭 但哭完之后 她还是要给丈夫孩子准备晚餐 之后的人生里 玛丽像往常一样疼爱着孩子们 也给了丈夫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 当丈夫躺在病床上时 也是玛丽在全心全意地伺候 丈夫去世之后 玛丽收到了罗伯特家人寄来的包裹 里边除了罗伯特生前一直佩戴的手环之外 还有玛丽当年送出的项链 罗伯特已经去世 骨灰被撒在了罗斯曼桥的桥底 她生前始终如一地爱着玛丽 并将和玛丽的故事写成了书 翻开书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自己当年写下的变迁 想到自己和罗伯特的点点滴滴 玛丽泪如雨下 临终前 玛丽将自己和罗伯特的故事写了下来 并立下遗嘱 等自己去世以后 骨灰也要撒在罗斯曼桥桥底 玛丽去世之后 儿女在看到遗嘱时十分不解 直到他们看到玛丽写下的故事 才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她已经将自己整个人生 无私地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 生不同亲死同学 现在 她要和罗伯特永远地在一起 而女们也在玛丽的故事中受到启发 对于他们当下不幸福的婚姻 也有了不一样的选择 这是一部根据美国作家罗伯特 詹姆斯 沃勒 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 影片一经问世 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在长达几十年的婚姻中 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始终如一 在婚姻中遇到真爱 要做出抉择更是难上加难 但对真爱有所追求的人 生性注定不会凉薄 但或许 完美的爱情本就是一种错觉 如果当时的玛丽跟随罗伯特离去 等待她的 也许只是换个地点的琐碎生活罢了 我是女汉子 主页还有更多好看的宝藏 咱们下期见